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长 参考经文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 Corey在RCM附近长大 从童年开始 Corey的父亲已在监牢中 但他和父亲常有通信和电话联络 Corey在小学时成绩优良 也没有加入帮会或参与寻衅滋事 他的母亲 几位姨母和祖母 一起来照顾他 此外 他所属的社区 学校和教会 都乐于帮助他成长 并引以为荣 在中学最后的一年 Corey成为一个Gate Scholar 得到全额免费就读 Morehouse大学的奖学金 大学毕业后 Corey继续深造取得硕士学位 他曾经任教于芝加哥公校 而现在就职一所 专门帮助世界各地 高维年轻人的机构 他也是RCM董事局的董事 作为基督徒群体的一员 最大的乐事之一 便是看见年轻人 能善用他们的天赋 来荣耀主 能够见证男孩女孩 长成为社会中 有品格 有诚信的男士女士 令人感到极大的喜乐 不少在RCM成长的年轻人 再次回到这里 用他们的恩赐 在妇女和儿童庇护所 青年事工和教会事工中 提供服务 你见过一些儿童长大后 回馈曾经服务他们的社区和家庭吗 今天你想到哪些年轻人 是你可以去鼓励 并提名为他们祷告的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为所有长大后 甘心回馈 并服侍属你的信仰群体的年轻人 来感谢你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开典